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英式路 這一次呢我們的 安鼎站呢 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然後我們重新改裝了一個區域 那這邊加裝了很多的防護網 包括這個小區 也有一個哨站 那這邊的哨站呢有大概6名保鏢吧 我等一下我先過去喔 這個 好像有點故障 把他撞斷好了 晚一點再請一下來修 然後這個哨站呢 會 隨時注意這邊的狀況 然後 目前為止 這個區域還算是蠻安全的因為 因為有這個壕溝啊 上司不太能進來 我們這邊一共有4個小型的碉堡 用 塔台型的 然後上面還有衛星 可以接收附近的狀況 光這個基地的部分就有兩個 這個 有故障嗎 不管我先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一樣有地霸王 然後有一些 帶具可以用 光這個沙包就對了三層 牆壁的部分 帶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看他在上面啊 外圍呢都有 這個警衛在上面 你看到這個小河 上司根本過不來啊 如果要進攻這裡只能透過那個橋 另外一邊 這次花很多時間把 之前 前幾集的 車量啊然後搜刮了再次 物資跟槍械全部都搬運過來這邊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單藥箱 我隨時 準備備戰 這次花很多人 爾瑞克跟卡爾在 在討論怎麼樣去解救我們的Dale 接下來交給我們的美女 米亞來解釋 米亞在加入我們的神治國之後呢就是已經成為 我們這個突擊部隊的小隊長 我們這一次的部署是為了營救我們的Kale 所以 在這個基地旁邊有另外新增一個實驗室 那這個實驗室呢 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那麼懷疑呢 跟這一次的 資辯有關 那我們進門呢會有一個類似服務中心 四個人在這邊 我們一樣有檢疫人員來看各位的狀況 通過這三門 這算是我們比較機密的 伺服器的房間 電力設備都在這個區域 後面的話呢都是這個機房 所有的資料都在這裡 然後這個整個洛聖都的狀況 花費了很多時間去把這個電力重新把它啟動 當然我們也有備用電力 這邊小心中控室可以 看附近的狀況 過去 等下這個門太大了我先讓開一下 這往下面的我先看一下旁邊的好了 旁邊介紹完我再介紹下面的 然後這個是 以細節的房間 桌上就有一張地圖 後面是那個小型的會議室 我們現在在簡報 我們看一下外面好了 看一下這是 OK 在這裡 據說呢這個星星呢可能有帶源這個 思辨的細菌吧 確定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研究 旁邊是有 UFO殘骸裡面的發射器 我確定是不是這一次 造成這整個 事件的來源 他們現在還在研究當中 看一下這裡面是部分的藥品 在這裡 那部分的藥劑啊 保養品會在這裡 那部分的戰力品會放在這裡 那部分的戰力品會放在這裡 不能使用 只有老兄 另外一個正面在曬日光浴 這樣子偷懶不太好吧 然後這是浴室 看起來蠻高檔的 要洗衣機啊 這是員工休息室 他在聊天 等一下戴帽子那位好面熟啊 他有點像Dale的哥哥啊 不會是要協助我們去解救他D吧 OK旁邊有一隻小狗 OK這是一個小型的簡報室 這是一個小型的中控室啊 下一集的任務可能會透過 水上救援或是直升機救援啦 這是哪裡 錢 黃金錢 這些資源足夠去取一大票的傭兵呢 錢錢錢 好多錢啊 還滿的錢 再來這是我們的中央廚房 水上 水上雜物間啊 戰利品 都會放在這裡 手錶 跟項鍊 我卡住了 門太大了 這間呢 這間是 OK這是一個私人臥室 體系列的臥室 他跟他老虎都會睡在這裡 接下來呢 下面走走好了 我現在的女人是怎麼搞的 他在看什麼 這位老兵呢 他在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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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他在看什麼 看一下 呵呵 他表情好像萌啊 他在看什麼 看一下 然後這是一個大型的會議室 他們在討論 怎麼樣解救Dale 然後 裡面包含其他的 地區的長老 神治國長老也在裡面 這間是我們的軍火庫 所有的槍械 火箭筒 彈全都在這裡 目前我們的所有資源是透過水路進來的 然後我們的陽台也是有直升機可以運送 下去一下 樓梯有一點抖 我們這裡有這個是蓮花 還有黃金雕像 什麼貨物啊 手錶 爆裂物 燃燒蛋 什麼蛋啊 現在在盤點 目前擁有的一些東西 煙酒香煙 香檳 都在這裡 橡牙 看他之後可以做一些武器 貴的東西啊 看起來還不錯喔 看起來還不錯喔 目前我們的 設備是很完善的 啊介紹完我們的設施了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 一棟房子後院好了 後面呢有做一些 蔬菜類的這樣子 我們就 自然的食材可以使用 可愛的萊狐 旁邊呢有 品味在做運動 他們每一星期呢都要 不斷的運動 來提升他們的戰鬥力 這邊一樣的軍火庫 這是我們的食材準備區 你看都是南瓜他們可是很好吃的 我先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小型打塔台的樣子 部署在這個沙包裡面 然後可以看到旁邊有四層的那個沙包 然後在上面有兩個沙袋 疊起來的 增加他的厚度 中間有這個牆躲 可以從這邊射擊 然後上面這個小型的塔台呢是有 有兩個人在上面守著 可以看看很遠的地方 上面還有衛星 當然啊我們自然機停在這個頂樓啊 可以飛到很遠去救援 我們一樣有太陽能板 可以節省這個電力 大部分電力來自於太陽能板 OK我們這次的地圖先介紹到這邊了 我們就不記得 我們有一個新人的心 使用人力度